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台不仅能让家里感到身心顺畅 亦能让自己和家人的运势得以发展 小姜之提醒大家 注意好以下几点就能造就良好的阳台风水环境 一 阳台的选择 现代的阳台基本上就是三种 封闭式阳台 开放式阳台 以及半封闭式阳台 这三种阳台在使用上各有优缺点 一 封闭式阳台 阳台作为家里的纳气口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纳气 如果是封闭式阳台 那就会阻挡空气的流通 导致室内通风不畅 使得阳台失去了纳气口的作用 也不利于采光 二 开放式阳台 开放式的阳台既能排出宅中的灼气 也能够吸纳外籍生气 具有土固纳心的作用 财气与旺气通过阳台进入家中 可以形成良好的家居风水 能够提升家宅运势 催旺家中财运 三 半封闭式阳台 很多人在装修阳台的时候 都会陷入纠结之中 该选全封闭阳台呢 还是开放式阳台呢 全封闭阳台对风水不好 不利于通风 开放式阳台的风水虽好 却也容易让屋外灼气进来 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这么纠结 半封闭式的阳台 就能完美解决这些问题 它既不会阻碍气流流通 又能阻挡住灼气 而且还对感情运势有帮助 能够带来桃花运 二 阳台的朝向 阳台风水好不好 朝向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 具体怎么阳台朝向风水好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分析讲解 一 阳台移朝东 东方是太阳出生之地 也是生气蓬勃之地 古人认为 极气与锐气 巨势自东方而来 阳台朝向东方 就能让祥瑞之气遍布家中 带来天赐福运 让家中好运连绵 家人新朗神清 二 阳台移向南 阳台朝向南方 或者东南方也为家 由于气候原因 我国一年自尽的阳光 都是从南方来的 在夏季时 则有从东南方向的太平洋 而来的凉风 所以 阳台朝南时 家中阳光就比较充足 采光好 家运也比较旺 而阳台朝向东南方时 通风比较好 生气比较旺 利于家人财运和事业运的提升 三 阳台既向西 西方是日落之地 也是运势衰退之地 阳台如果朝向这个方位 每日面对的都是西夏的新阳 进入家中的就是衰气 会破坏家中的运势 四 阳台既朝北 每年冬天 西伯利亚的寒流 就会南下进入我国 如果阳台朝北 北风肯定就会灌入家中 对家人的健康存在很大的威胁 而且阳台朝北 也肯定见不到太阳 无法吸纳阳气 会使家里引起过重 五 阳台既有煞 阳台周围不能有煞气 它不宜面对建筑物的尖角 高压电线 变压器 怪异建筑 直冲路 返公路等一切会形成煞气的东西 煞气正对纳气口 对阳宅的危害很大 家人的事业 财运 健康都会下滑 另外 阳台上也不宜有煞气 就是说 阳台上不要堆积杂物 不宜养袋子植物 这会给家中带来煞气 使家人一份小人 生活有诸多不顺 三 阳台的布局 最后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阳台的风水布局了 小将之认为 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十点情况 一 不可乱堆杂物 阳台有时会成为家庭生活的储藏间 但在风水学中 如果阳台乱堆杂物 会使家中气韵受到阻制 如果家里的地方实在有限 保证阳台的物品不能太过破旧和脏乱即可 二 避免有窝 现代生活令人们彼此之间失去依赖信任 反而与宠物的沟通 使一些朋友的心灵得到了充实 很多人将宠物使为家庭一员 想要为其提供更好的环境 因此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 会喜欢把宠物的窝 或者宠物厕所放在阳台上 其实这对风水是很不好的 宠物容易掉毛 而且排泄物在阳台上 就会让阳台充满晦气 不利于家庭运势 也会影响宠物健康 因此最好能将宠物的窝和厕所 放在家里的其他地方 并且经常打扫清理 保持干净卫生 三 设置绿化 在风水里面 阳台是非常适合养绿植的 可以催往生气 给家里带来财气 而大家在阳台上种植的菜 其实也就是绿植 所以说在阳台上种菜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不管是种菜 种花还是种草 都注意不能种那些 特别高大的植物 这会导致阳光都被植物遮挡住 气流的流通也会受到阻碍 使得外面的集气进不来 家里的集气出不去 总的来说 在阳台种绿植要适当 不要种植高大植物 也不要种太多植物 适度才是最好的 在装修时 我们就可以单独为阳台 设置一个绿化区 四注意遮阳 阳台采光要好 这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阳台遮阳的部分也要做好 阳台既不能没有阳光 也不要阳光过强 这才有利于家庭和睦 如果采光太强的话 会导致家里阳气过重 阳气过重也是一种危害 家里人处在这种环境里 很容易脾气暴躁 经常产生矛盾分歧 家人之间争吵也比较多 一点小事就容易引发一场大战 五空间要够 大家在装修阳台的时候 也要在阳台上留出一些空间 用来摆放桌椅 这样在闲暇之余 就可以坐在阳台上 雾阳光 休息放松 享受生活 而且这样的设置 也有利于提升主人的贵人运势 无论是生活中 还是在工作上 都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让你的生活如于得水 六 装饰物不宜怪异 阳台最好保持干净清爽 也可以把阳台打造成 一个简易的休息场所 闲来无事的时候 可以喝茶聊天 可以适当装饰 但要注意 阳台最好不要出现 过于急行怪状的饰品 这样会破坏气场 影响家中的运势 七 通风通气 阳台通风通气 既能排出家中的污浊之气 也能吸纳外界健康的风气 总而在风水学中 起到土骨纳心的作用 若阳台通风不畅 那么对于房屋来说 浊气排不出 健康风气也进不来 就会使房屋的居住者 多生病灾 八 不可随意为健 有些住户 为了能最大化 利用生活空间 会想把阳台 当作卫生间 或者卧室来改建 实际上 这不仅在风水学上不利 在社区的条例规范中 也是不合理的 将阳台改为卧室 从风水和通风采光方面 都是不合适的 阳台窗户一般较大 改为卧室后 若不对窗户进行加工改造 亦受光纱的影响 九 一干净整洁 一般阳台都是用来摆放家具 比如洗衣机 扫把 扫帚等日常用具 这些东西的摆放 一定要注意摆放 而且大多数的阳台是开放式的 会有不少的灰尘杂物等东西飘进 成酒积累会有不少的污垢 最好是定期清洗阳台 这样也可以减少对家居空气和环境的影响 对家人健康也有一层的保障 十 阳台不宜悬挂风铃 风铃是很可爱的家居事物 小姜之也很喜欢 在阳台上挂风铃 本来是一件很有情调的事情 但从风水角度来看 风铃的声音容易招引一些不好的东西 类似于古代道士手中的铃铛 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屋主的身体健康 亦或导致家庭关系不好 需要注意 阳台是吸收阳光 空气 雨露 人间精华的地方 注意好小姜之上面讲到的这几点 阳台风水 财神爷会越住越喜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